好 韋航 柯文哲今天接受北檢二次的提訊 同時後柯文哲時代民眾黨內部也有政治角力 而昨天陳佩琪接受了專訪 出示了一部分的文件 但是柯文哲又冒出兩個銀行新的帳戶 確實也引發各界 現在感覺柯家說法越說越多矛盾 好 這個兩個部分在走 因為陰陽兩格 柯文哲 陳佩琪分鏡有沒有合集呢 這個就是今天大家討論的觀點 好 那這個柯文哲今天二度提訊 那當然在提訊的過程中 會不會有一番攻防是不是如外界報導 因為有外界報導說 對於那個Excel黨 隨身碟Excel黨裡面的1500到底是什麼 之前這個傳出說一下有1 一下沒有1 但是感覺柯文哲能夠掌控一切 他直接就說那個是時間 那檢察官說 可是那個時間你在拜會里長 他說那就是該表改期嘛 這還不簡單 所有人的話都串起來了 因此也有網友在懷疑啊 是不是有串貢之嫌呢 這個串貢到底是透過律劍嗎 當然律師可能就會生氣 我絕對是秉持我們律師司法的這個基本倫理啊 好 那當然今天也有北索的同學 就是人在北索裡面的 這個曾經待過的 他們說柯文哲這一種積壓禁見 本身雖然會有很多條件受到限制 但他們特別強調一點 因為裡面其他的人犯 可能是可以買小電視的 因為他沒有禁見嘛 所以他可以買小電視 這個小電視都要登記 都要去貼那個管理標籤管制標籤 他們可以得知外界的訊息 那柯文哲是不是有可能 因此得知現在新聞最新的發展方向呢 他們評估啦 北索的曾經待過人評估說是有可能 但是不能夠證明這件事情 就是有可能有人可以看電視 可以把外面的消息帶進去 那他們也說啦 其實像柯文哲一定也是有人照顧啦 所以民主黨昨天還在講說 哇柯阿伯都不會去吃那個 什麼會客菜什麼 他自己叫大家不要送會客菜 那那邊北索彤也說 別人吃的都已經多到不得了 像他這種有點社會知名度 一定很多人會去幫忙他 會分給他了 放心好了 所以阿伯的處境 其實可能沒有外界想那麼差 因此他今天 這個第二度檢察官叫來見的時候 大家一度拍到說什麼柯文哲 似乎有一抹微笑 好像民眾黨是不是要開始反敗為勝了呢 好 當然重點還是在於昨天陳佩琪突然殺出來 找了三家號稱親 陳佩琪的媒體 還做了一個專訪 專訪過程中 針對大家這些帳本的質疑 做出了非常多的解釋 然而話講越多陳佩琪在外面 要注意他現在還是證人 在我們錄影的時候 還沒天讓他轉被告 證人第一 檢察官叫去問的時候 不能夠帶律師 證人在外面講的呢 隨時可能變被告 你看看彭任生就知道了 好 那陳佩琪放在外面趴趴走趴趴講 有人就形容他叫做遊蕩炸彈 他就到處跑到處丟炸彈 跟烏二戰爭裡面的那種武器一樣 什麼東西都可能被炸 像是柯文哲在進去之前他說 那個商辦4300萬的商辦 用我的名字買監督 大家更好監督監督力量更大 但昨天陳佩琪直接說 因為當時他有點憂鬱 心情不太好 所以解決心情不好的方式 就是自己跑去買商辦 那當然大家後續都講 那問題更大了 因為他昨天先出示了 1600萬相關的資金來源 這1600萬很長喔 他那個時間軸很長喔 他是從柯文哲當醫師所存下的錢 那是2014以前啊 一路講到2020整整十年的份量 1000多萬他認為可以解釋的金額 包括柯文哲的錢 他自己的錢 這個陳佩琪媽媽老人年輕 贊物的錢 柯文哲的稿費以及其他的獎金 或者是小朋友收到的押稅錢等等 1600萬 好 湊來湊去 東拼西湊 感覺還是有點結局 特別大家提到嘛 還有選舉的那個 在選市長的時候的這個補助款啊 去還貸款只剩一點點 好 你的經濟這麼結局是從2014 講到2024 那大家就有問題啦 啊你講來講去 感覺起來只有1000多萬可調度之星 怎麼樣買了4300之後 還去看1億多的豪宅 啊越講越奇怪 當然他接下來畫風一轉 他去解釋說 喔來我出事當初買4300的 這一個商辦的這個旅約專戶 就是買賣房子要把錢存進去 這個仲介做見證的狀況下 再會給這個要賣的人 好 那他特別有標 他有何庫何庫何庫 意銀何庫富方 這一些帳戶 那這一個說法丟出來之後 大家就講 欸奇怪 可是在之前 你主要都是通過意銀在交易啊 那何庫富方咧 怎麼突然變成主力了 這個帳戶是新的嗎 因為在過去的財產申報 這都不是他們的主力的帳戶 好那當然了 他可以去解釋說 這個商辦的購置 其實錢沒有什麼問題 他是從個人選舉補助款先匯進來 匯進來2300元之後 我又隨之把它匯出去 這是富邦的這一個 你看也沒多少格 感覺起來就是專門為了這個而開 那就重點來了 當然我們不太確定 他是專門截這段時間 可以把前面的截掉 還是說這個帳戶就是專門為這樣子的交易行為而開 重點是你柯文哲為什麼 要把選舉捷運款拆成三筆 進三個帳戶 到底是為什麼 這跟我們一般的財務操作說 難道會有優惠嗎 難道你這樣交易還有什麼一趴回饋金嗎 不太會有吧 所以到底是為什麼要進行這個財務操作 他並沒有說明啊 那當然其他的這一個 合庫的 那其他的這些金額的部分 他一樣也前料也是 合庫的部分也是選舉補助款啊 然後就是又再匯出去啦 作為這個相關的規篇使用 所以理論上 應該都可以湊得起來 但大家問的重點就是在於說 其他上上下下 大家還可以看到非常多的金流的項目 有些數字感覺啊 也不是非常不是太小 也就是說柯文哲家族 你在做財務操作上 是不是還有一些其他的疑點 好那當然講到這裡之前 我們要先暫時打斷 很多人特別是小草 昨天看到那一千多萬 一千六百萬 哇可以解釋了 其他所有質疑的名嘴綠營全數翻車 因為陳佩琪一口氣都解釋出來了 但重點是昨天陳佩琪講的那個東西 第一除了有些東西真的太老 什麼柯文哲的部分 再來是你那稿費什麼 東售西售也是一百多萬啊 他重點是 為什麼要把它提出來變成現鈔 然後我再把它搬去ATM 再把它存進去 你如果有提款卡 你是不會網路轉帳嗎 你不會設定網銀嗎 你現在都知道用網銀去調東西了 難道不會用網銀嗎 就是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轉帳如果是大額的話 大家可能比較偏向 我也知道很多長輩 還是寧願去櫃台 因為他希望拿到單據 對 他內心才會安嘛 就是網路轉帳 最好沒錢要怎樣 可是大額通常會用匯款 對啊會的啦 而且如果自己人匯自己人很簡單 你就填好單據之後 那這個匯去的收入的銀行也會照匯你 對 因為是自己的帳戶啊 對比如說假設我有一個易營的帳戶 然後假設我匯一個也是我的合作金庫的帳戶 然後假設一樣是100萬好了 那匯過去合作金庫也會照匯我說 欸小姐你這裡有一個帳戶喔 你這一個帳戶是匯入了100萬 都會啦就是因為是大額 他都一定會留一些底啦 就不管是電子的或是電話的 好但重點就是在於 陳佩琪的有一些說法感覺是設計的 像他之前大家質疑說 你在短的時間內 大概前後兩波加起來會留幾次 這個是透過媒體放出來的消息 他昨天有特別針對這個做回應 他說 6年去ATM存錢60次 1年10次不會很多啊很正常 但原來媒體放話是大概是在 檳案會之後還有進化成案子成案之後 大概時間都是一兩個月或半年 你大量密集啊 你硬要把它攤開成6年 請問那個6年是哪來的 怎麼突然跑一個6年 你在講法不像像我現在活到48歲 我以前夜間演習打過20幾次 我兩年才打一次演習 還好嘛 好個頭啊實際上是三個月內打的 一點都不好 所以這一個就是 他為什麼要特別去講這一個 反而起人移動 就是他好像很在乎這個ATM 停款存款 因為其實今天啊就是在這一場集裡面 有一個單位一直沒有被提到 但是他們沒有真的產品 但他們一直被提到就是調查集 因為現在是檢聯嘛 調查集是講說檢調洩密 所以調查集中昨天 就有一些人來跟我溝通 就說這個如果要查加密貨幣可以找我們 就是他們也蠻懂的 那另外一點就是他們有跟我去提到一點 就是大量存ATM這種事情 他說有一種犯的形態 沒說陳佩琪是這樣 有一種犯的形態是他那張卡片 實際上並不是在這個帳戶所有人這邊 他是在金主那一邊 金主直接叫人小分批小分批 直接是把他存進去帳戶掉 他說也有一種這種形態 你要確認是不是本人就掉監視器嘛 好 舉例來講 假設這個我要賄賂給吳靜宜 然後吳靜宜有一個帳戶 吳靜宜那一個帳戶本來是空的 你沒什麼錢 然後吳靜宜把ATM卡給我 然後我陳一官就一直存給我 然後我陳一官就去存 然後這個可以 然後也並不一定要我存 不一定啊 譬如說我如果是省慶金 我有三五個小弟財務 然後三五個就分批去存給他 對 那因為ATM的監視器 依法是至少要紀錄六個月啦 可是現在的時間都已經比較久了嘛 那到底是什麼時候去操作 那有的已經是2020的時候 那可能九便當會的時候 現在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 所以檢方又是調查局 就是他們特別跟我提到這點就是 他們有點想就是如果檢方 查了能力不太夠 該要不要給他們一個機會 我在這邊稍微幫他們講一下 好 那再來是陳佩琪 昨天只可以三家媒體聯訪 那四超貓就進入了這個 陳志涵的媒體群組 就可以看到有非常多媒體記者就說 你現在為什麼不開公開記者會 底下有非常多媒體朋友按讚 然後貴黨一直罵媒體不公正 結果也是選擇友好媒體啦 就T台等等的這些友台 就是長期都會給民眾黨一個發表意見的 席次的都可以獲得 那這一波操作下來呢 這個當然你可以看到有些媒體的壓力很大 比如說長官都說 人家都已經播了電視上都已經播了 我們現在連袋子都還拿不到 你要我們怎麼辦 但是陳佩琪他講的一個重點就是說 陳志涵就說這個是陳佩琪自己的決定 那他們也沒辦法多有意見 從這邊都可以去梳理出一條脈絡 如果說過去我們會講說 夫人幫大概就是陳志涵 但是夫人幫是不是已經有換人 陳志涵是不是已經出去了 所以他才會力爭上有跑去打新竹馬街嘛 拼命想要出頭嘛 但是都沒有成功 表示他的底子沒有那麼深厚 他打的都是錯的不好的 所以目前看來夫人幫可能已經轉了 可能是黃珊珊說我是誰 當然也有人強調說夫人啊 像邱毅就說到底是叫陳佩琪出來講話的是誰 那個人就是內奸 這樣講感覺好像就是黃珊珊 好但不管怎麼樣 現在局勢的發展其實對於小草來說 他們可能會覺得說 像今天大家迎擊討論的就是 台灣民意經濟會 大家都知道他比較清白啦 他認為科案有沒有這個或法院公平審理的認知 認為沒有的還是有二十幾趴 那所謂的政治迫害呢 同意認為是政治迫害也有二幾趴 那台灣民意經濟會當然就特別放大 說你看同意二幾趴 但是不同意的也有國伴啦 就國伴人都是其實認為說 這個就是要做去管理 不過現在這個問題不是小子 而且這個民調長期清白 對他就清白民調 他對空扯的支持度 我通通都做的比較高 都做的比較高 但是我要特別強調 現在真的個課題是國民黨 因為在這份裡面也成員出國民黨兩席 一半認為是破壞一半認為不是 四幾趴四幾趴 所有國民黨的議員在跑中修的時候 他們都碰到兩邊的同樣自己的支持者 一邊都磕著趕快抓去關啊 你為什麼不出來罵 另外一個人說你為什麼不去救他 到底該怎麼辦 所以接下來立院隨即要開議 藍百合的議題又跑出來了 所以國民黨到底要該怎麼處理 因為我們大概看民眾黨是已經死透了 但是國民黨會不會被一波一起帶下去 我覺得很值得觀察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官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按下小鈴鐺